在日本生活,其中一件事 經常會用到的就是這個單車 因為初出合入,尤其是在家附近的時候 去便利店或者去初出市場 隨便買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都是會踩單車去的 這輛單車是我住在大埔的時候 在大埔那裏有一間單車店 買的單車來的 但是因為出去買東西 有幾樣東西是需要的 第一,就是晚上踩單車 需要有頭燈 然後還有就是我這輛單車 是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籃 沒有一個架在那裏 給我用來放東西 所以今天我就 買了一個架 用來租在這輛單車後面 還有燈 還有一個就是 踩單 因為這輛單車本身是沒有 腳架 讓它站在那裏 多數都是用東西靠著才能站到 所以加上我的腳架 這個就是我要升級一下 我在香港買的這輛單車 移居到日本的時候 我把整輛單車拿過來日本 好,首先第一步 先上後面的貨物架 貨物架 我們就應該要安裝在 這個位置 哎呀 喔 貨物架 咦? OK的 現在暫時 只是多了一個貨物架 但這樣是不穩陣的 OK 但我們還有兩隻腳 先加上去 OK 那架呢 上了 加上兩隻腳 應該就會穩陣很多 好了 完沒意外 好 之後呢 上後面的桌子 噢 那個碟子完成了 我們試一下 隨便放些東西上去 去到 實證一下 我當我們現在有這個 工具箱在車尾 然後那個 Bite Stand 又放在車尾 之後再加上這盆燈 放在車尾 之後呢 我們有個網的嘛 我們拿個網 OK 好,最後一步呢 就是要加上那個 Kick Stand 加上腳上去 這樣就可以讓它站穩了 好 腳應該就很容易 放在這個位置 只不過是 先 對 就這樣放在這裡 簡單 啊 這次真的完美了 Nice Oh yeah 上了一盆燈 那這一盆燈呢 是 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但是它有LED顯示 那個 還有幾多電力的 那它有 幾個模式 正常 亮燈 然後暗一點 再暗一點 閃燈 還有 On Off Yes Fist 好 搞定 我們的單車 完成了 但是問題就是呢 在後面加了一個欄 上落單車難了 上落單車要 這樣 踩這裡上 就比較難一點 不過OK 嗯 Perfect